2022年3月9号中午收盘了 上午又演出了一个过山车 原本走得不错 刚开始结果又一路向下 并且又有一个加速下行这么一个过程 来我们看盘面几个特征 首先今天震荡加剧 不单加剧它都加剧 而且大盘群众指标国 就连一些个原本长得还挺好的 今天刚刚银行都长得挺好的 也出现了一个回落 同时我们能看到盘面上 有很多主动性的摆盘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但是恐慌心理加剧 尤其是这个割肉的情绪在蔓延 这个很不好 现在这筹码不是带血呀 现在的筹码都已经在低心的血 那好 现在这个进场信号 今天没有了 原本今天早晨在这个时候 都快要形成一个进场信号的时候 如果再坚持 上午再坚持半个小时 进场信号就出现了 那头半个小时 我们瞧 市场的头半个小时挡上 大家就能看很清楚 根据开盘八法上说 其中有一项就讲究头半个小时 头半个小时 这是用来反映过去 也就是夜间外盘 还有一些消息的消化 那头半个小时消化过后呢 就是大盘的真实走势 来看 上午 头半个小时是冲高回落 而且这个冲高的时候 还速度还挺快 并且大盘权重指标股呢 有一票 尤其是要以银行啊 就这类稳定器为代表的 他们都出现上涨 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局势 但是又被打下来了 这个蔓延的这种割肉的情绪 现在出来了 恐慌盘彻底的杀出来了 从另一方面讲啊 恐慌盘出来 这个位置离底可就 那就差不多了 再说 这个没有进场信号 你看 咱们进场信号呢 是这样来界定 首先呢 今天没有出现 头半个小时过后啊 没有出现上涨 这个地方也没有出现一个塑料 我们在讲的时候 昨天前天 前天在讲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句口诀 这口诀呢叫 急跌反弹不抄底 次日无量 有反弹 这个一定要记得住 往往大盘都是在这种急跌的状态下 大家呢 纷纷抄底 很多新手也好 老手也好 都死在这种抄底的路上 把仅有的一点子弹 打在了抄底的路上 但常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急跌这个位置 不能给这抓抄底呀 因为急跌要没有量可以 急跌放量不抄底 次日无量有反弹 今天还是这几天 从头半个小时 到半个小时之后的一个小时看 就是一上午快到一半的时候 最准的时候 就是在十点半左右 看得非常准 十点半左右 这个位置 出没出现一个上涨啊 没有 那出没出现一个缩量啊 没有 既然这个位置也没有指跌的迹象 另外最主要的 它没有出现一个缩量的指标 那么这个位置就不能去给这 抓进场信号 所以今天上午的进场信号没有出现 那我们看看事情的演化 就是大盘现在演绎 未来会怎么样的走势 未来走势 首先我们看一样 这个位置会不会把昨天 前天就这两根大阴线形成的 这种MACD的一个底部背离 或者是见底信号 能不能给打没 能不能给打掉 现在如果今天下午 别这么急跌 给这慢慢的上去一点 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底部顿化 底部顿化之后 会出现一个进场信号 大概率 今天下午要是平稳的上上拿一拿 明天上午就会出现一个进场信号 所以未来的演绎 现在还很迷茫 因为不知道下午能不能急跌 如果下午在这 不出现一个加速下跌 而是在这平稳的向上涨一涨 那么这个底部顿化就形成了 这才是形成了一个 进入信号的一个初期阶段 那今天没有一个止跌上涨 同时也没有一个这种底部顿化 他就没有这两个进场的先决条件 所以未来演绎呢 看这个非常的咱也得科学 不能猜 有好多网友跟我说 说我看这个位置的跌到哪哪哪 这些东西呢 我不是不信 因为他可能有依据 但他没说的时候 我们就视为没有 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讲 我们技术派 我们实盘实战 讲究的是以数据来说话 来用数据 我们来说形容这个市场上的变化 现在一没有底部顿化 二没有这个地方的一个进场信号 那么我上午就没有操作 咱们就不能买 但在这个位置呢 上午不是说他给这出现一个上涨 咱们给这拿一拿 而是在一天前 还有昨天的收盘 我都分别讲这个位置 我要再扛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47%的仓位 可以扛一下 扛的目的就是 这个地方都是带写的筹码出来了 恐慌盘又在加速流出 那这个位置不抄底 谁来抄底呢 只是抄底的时候呢 咱们得有一个进场的逻辑 那好 现在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进场信号的时候 我上午没有动 同时这个位置 如果它要是再往下跌的话 那把先前形成的一个MACD的 快要形成底背离 和形成底背离的一些个东西 都给打破了 那么这个位置 不但没有进场信号 反而是一个 反而是一个我减仓的信号 那么趋势上看呢 暂时就是这么界定 没有顿化 也没有加速的时候 这个位置 技术上看 就先观望一下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事件上想一想 现在悬在头上最大的事 一个消息呢 就是美人储加靴 加息的这个靴子 16号 很快就要到 而且16号之前 大家的预期呢 都在放大 而且呢 消息呢 在被底下拱的情况下 会形成一个泡沫 就这个消息也会被放大 你等真正的把消息出来之后 也是见光死啊 别看他呢 说一旦真的加息之后啊 反而不但不会下跌 反而会上涨 往往都是这样 那么另一条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局势方面 俄乌的局势 俄乌局势 这个已经烂大街的事 咱们就不讲了 现在主要要说的是 在战略上 俄乌这个问题也没啥看头了 那么战略上 我们看的是 美国人 现在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什么目的 他们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抑制别人家发展 这个目的 战略目的他达到了 所以呢 在这儿 咱们也不知道该不该恭喜他 但实话讲 这个不是咱关心的 他达到他的目的 咱们何尝又不是达到了一个战略目的呢 那这个是大事 这大的人物考虑 咱们呢 就看市场上该怎么走 现在市场的演化应该是这样 你看一看 现在 所有的人 不单单是美国人 已经断了俄罗斯的财源 就包括油啊 气啊 所有的贵金属 就像伦敦那边也出来 已经把他的贵金属啊 还有一些个东西 是否能够打击他的 全都用上 而且史无前例的在用 并且呢 毫不计成本 也不计自己得失 一句话 叫商敌一千 自损八百 那考虑考虑 他背后的利益是多大 他的战略意义就是 抑制别人家发展 现在他达到了 那么剩下的是 利益这块蛋糕 谁来分 你看欧洲那边 自己就说了 这哪里是制裁俄罗斯啊 这明明是在制裁欧洲啊 所以 利益最大方呢 还是美 那么我们现在 能从利益蛋糕上 能分取多大一块 这个是咱们该考虑的 所以 在后冲突时代 这个 什么东西会形成一个上涨格局呢 显然的 就是咱们这些个大家伙们 你看 今天这个酒又出现上涨 两天连续上涨 并且 宁王也紧随其后 满大啊 咱们是满大街最霸道的两只股 都出现了一个上涨 而且今天工商银行 就是第二大的权重 第二大市值呢 也出现了上涨 刚才银行股 一大票也都在分红阶段 只是 随着这一波下探呢 它又下了一点 但这个呢 不影响他们上涨的决心 也就是咱们在这呢 各种大稳定器的 这些个大的央企央票 和大的权重指标呢 看来 这些个成长股啊 估计以后可能不会有 它们长得漂亮 所以这呢 我们有一个重新的界定 既然这些稳定器 都已经出现了上涨的苗头 而且呢 有一些个时候 我们今天如果摆这 后半个小时 这个加速下跌 又挡得上的话 今天上午走的还不错呢 而且今天上午呢 就是伴随着一定的 有一定的小的成交量啊 这明明就是一种 抵抗式的下跌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这个位置呢 会出现预期的行情 下午最好的呢 它往上走一走 这个就是 从消息面 再到技术面 还是说到我们市场本身 咱们今天上午做出一个结论 我的结论这个位置 再观望一下 再坚持着等一下 很多人都把肉割下来了 而且恐慌盘放大的时候 巴老先生的话 叫人家恐惧 他贪婪 所以呢 我们也沿用这一句话 作为今天啊 咱们一个观点 这个位置再等一等 往往不是割在地板上 已经把肉割到18层地狱了 就地有无可跌的地步 那好 今天上午我没有操作 但是在这呢 我在等进场信号 由于没有进场信号 我就再咬一咬牙 挺一下 好 朋友们 我是股邦 下午能不能出现上涨 而且如果真的出现上涨了 达到了一个进场信号 我会加仓 我现在是47%的常位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下午到底怎么搞的 我们收盘跟大家讲清楚 朋友们 下午收盘见